法国重税转态,逼企业高层一起捱 大鼻子情圣借勒迪帕道,早前高调入席俄罗斯 还细神匹缘地说,怎么也不会回老家法国 说不爱国,就是因为总统奥朗德早前提意 向年薪超过100万欧元 即是一年赚近近千万港元的法国有钱人 收75%重罪 虽然措施最终都胎死腹胀 但奥朗德为此闻浪插水,为了挽回面子 他前晚接受访问时突然改口风 说计划即向公司开道 如果公司有员工年薪超过100万欧元 公司就要交七成半税 敢做其实是逼老板减高层员工的人工 奥朗德解释,法国目前经济差,太多人失业 敢做是想推动高薪员工斗少些粮 与大众共度时间话 他又强调新税项只会维持两年,期间不会再加税 不过建议就要等国会表决通过才可以推行 不过建议就要等国会表决通过才可以推行